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回來了,各位早安 我告訴你,剛才我聽說你告假 你不要說我們做這行事有孔明 我已經知道你回來,因為告假 我一寫下來,告假 我寫假的 所以我一寫告假 假,假的 即是說謊 即是說,根本就回來了,而說不回來了 我已經馬上想 這傢伙是否跑去哪裏 那有少少交通意外 好,現在沒事了 因為剛剛說到你最關心的生肖 因為開工,最勤力就是牛 當然是說牛 牛啊,你最喜歡的幾個人就全部屬牛 什麼張學友、黎德華那些 對呀,你最喜歡的 沒錯 其實熟牛呢 就是2020年一般 是嗎 2020年,熟牛的人和熟老鼠 都是排到很後下 因為它基本上是沒有吉星 第一,它行病符天空 這些都是屬於空星 吉星是只有一個星保住它 叫合太歲 因為紙丑雙俠 紙丑雙俠 紙丑雙俠是一個很寒冷很濕的 是冰是溶解而變成了氾濫的意思 所以在2020年 只有一個好消息 要告訴美人 就是當時德令和八百飛星 2019年入籌,鎖在中間 明年就出來了 出來了就去了西北方 所以我就叫大家在家裡的西北方 就放一個財箱去兜兜八百財 林忌,我都醒了你 提醒你那個入籌事件 你再講清楚 什麼叫八百飛星出籌呢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記住那天就要迎接財神 就是我們每一年去到冬至 冬至那天其實就是 兩個節氣就會交接的 通常是12月21、22日 對,這樣上下 即是說去到那天 那個被困了整年中工的八百飛星就會出來 哇,很好啊 去了我們的西北方 很好啊 站定定 接著財神就是那裡 沒錯 過去一年都鎖在中工 所以無論你的經濟或者所有的事情 權力都鎖在中工那裡 變成現在要走出來 變成全世界的景象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屬牛的朋友 其實就是在2020年明年 第一,太陽星 什麼叫太陽呢 太陽之後有一個叫太陰 每逢男生行太陽星 女生行太陰星 就應四個字 叫人形光彩 真的很好啊 人形光彩就是你走出來 漂亮啊 樣子挺好啊 好精神 對,譬如男生行太陽星 就是叫做螢光彩 男的牛牛呢 即是說牛呢 就變成帥仔了 帥仔了 那就是螢光彩 那就是劉德華更加帥仔了 對 這個星就是好的 另外他行的星就叫合太歲 因為叫綠合 即是說屬牛的人 就在2020年是港傑善緣 即是人緣是非常好的 有顆星就是美儀 你看看這個星我寫給你看 教你 叫板安 你有沒有看到 板安啊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意思是說 是海外見尼 即是說去外地出浮 開演唱會 就賺到大錢 所以就說張愛有劉德華 那些 金城武 周秀娜那些 都是賺外國錢幾好 所以這個也是屬牛的 但是屬牛就是 空聲是病符 那就要化一個叫二黑病符 和五黃山 林忌 在明年2020年 我們要在家裡哪個位置 是貼一些六個大銀 或者六個銅錢 八個銅錢 在哪兩個位置 你知不知道 大家要記住 就是東邊和南邊 其實是進入厲害的 12月22日開始 這兩個位置都已經開始 會令到我們頭腦不清醒 以及會病 而屬牛的和屬豬的 明年都是犯病符 即2020年都是犯病符 所以如果你是屬牛 或者你本身是屬豬 即是跟老鼠一樣 都是過了立春之後 都是要做一個身體的身體 身體的身體 美兒為什麼我說 今天這麼強調身體 身體的身體 理由是因為明年 叫做老鼠年 老鼠是會沖五火 五火是代表我們身體的心臟 血液 頭部 所以很容易堪針頭 即是頭流血 心臟就不要說 一定是說什麼 心臟閉塞 心臟病 心跳的速度不正常 好了 紙沖五 五是代表火之外 家裡的電會被沖 突然沒有電 所以就要準備好蠟燭 火又是代表什麼 你家裡的灶 你的廚房 就變成那裡很容易水浸 還有要看著火 是的 所以明年這個紫五雙蔥年 都實在是挺沖 所以熟牛的人 就首當其沖 但是因為他本身 跟老鼠就拍了一堆 老鼠就是他做的朋友 但是老鼠 明年又直太歲 又緊張得不得了 經常找熟牛的人 聊心事 所以熟牛的人很不空 所以 而聊完是沒有結果 而且抱著 不好 和餅相連 所以 真的熟老鼠熟牛的人 明年 都要特別留意一下 下一個 我們就講到 你們兩個都很關心的了 就是熟老虎生肖的人 喂 你也有很多好朋友 是老虎 是啊 馬國明的嘛 還有Eason 他開演唱會 誰啊 Eason Eason年尾開演唱會 是今年2019 2019年尾 他也很用 但是馬國明 你要留意 他的馬明年是凡太歲 凡太歲 股子不相衝 還要衝他的馬 就是他的頭部 所以他演戲 就有一點點陰影了 好了 周星馳一向熱烈烈走水運 她是精靈的 所以應該老虎裏面有一顆福星貴人和翼馬星 代表周星馳明年走全世界去量度 海外 可能會量到劇本 有新的 這位應該是你的 暗與非 她好像做了媽媽 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你有沒有羨慕的說呢 江美儀小姐 現在也太像了 不是 現在好像說 可以生到五十多歲 最近我們有一個影圈界的朋友 她太太是五十二歲 她生了 都可以 但她是正常 順暢 還是在醫院做點功夫 或是借肚那些 她是自己的 五十二歲 有沒有影響個嬰兒的智商 沒事 什麼都沒事 精靈 其實我媽也是 是嗎 是五十幾歲才生 我爸爸的 但不是第一胎 但她是第一胎 第一胎是比較挑戰的 是挑戰一點的 羅家良和周文奇 都是屬老虎的 林妓 老虎的人的性格是怎樣 比較勇 如果他們有了目標 就會努力向前 女性的老虎喜歡創業 不打工 不喜歡打工 老虎的人很可愛 不喜歡打工 是 好了 老虎人 就在2020年 跟老鼠牛和虎 都是三個身照排得後 輸蝕少少 因為少一點吉星 吉星不夠力 第一個吉星就叫逆馬星 逆馬星 只不過是代表他們 有一種傾向 喜歡去旅遊移民 或者去其他地方 所以老虎人很明顯 在2020年 有很多旅遊計劃 甚至已經計劃移民 或者計劃去其他地方發展 很多屬老虎人 是想去讀書 在2020年 那就是好 福星貴人 代表屬老虎去哪裏 就有人幫 屬老虎人有很多觀音兵 身邊有很多人 去幫助她 這是他們的最大特跡 不好的聲音就是 喪門天狗吊嚇 這些名字聽到都害怕 但大家要知道 就是聲裏面有兩種 一種是很有力的 一種是很沒有力的 喪門天狗吊嚇 都沒有力的 即是說這些聲 屬於叫雜殺 雜殺的意思 即是說 未曾經過考證 而覺得她很厲害 即是名字 名字就好像 嚇鬼 其實就不是很害怕 所以老虎的人就要留意 在2020年 都是以手為功 而且旅遊星是狀況 所以一定要搞好自己的逆馬星 其實屬老虎、屬老鼠和屬牛 剛才我們說的這三個 都是屬於2020年 是比較舒適一點 但待會回來那個 就不得了了 一來的時間 她已經是在我們今年的生肇能榜 是排第二 厲害 到底是什麼生肇 是不是就是講正你的生肇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說 十二生肇2020年的運程 朝拜開運王 朝拜開運王 排第二 就是這個 送什麼生肇 兔仔 兔仔 很多影圈都是你的老友 剛比爾 第一個就是蛇絲蠻 蛇絲蠻好東西 做延期攻略 現在她發得不得了 怎麼發發 爆一點點 她在大陸接這麼多劇 一半半了 這幾年希望她是紅聯星洞 待會我們再說到她 劉易飛 唐妹都會 又厲害了 恩子丹那些功夫片又來了 蒙家衛 好了 熟套的朋友 在2020年 走一顆星非常特別 也是光美兒流口水 那顆星叫做紅聯星洞 熟套的人 如果你身邊有熟套的朋友 還沒結婚 有 那你就告訴她 喂 你2020年紅聯星洞 今年記得 留意身邊的男朋友 明白嗎 所以特別是 去到12月都還是最旺 因為你是老鼠年 老鼠年 不就是應在紙 紙還未應在12月 那是不是就是說 在2020年的12月到1月份 是屬套的人 是雙倍的紅聯星 真的整整一年 我還留意到她有一顆泰陰 師傅 是女人都喜歡 你說女人都喜歡的泰陰星 所以熟套的人是更漂亮 第一 熟套的人在2020年 如果面上有任何的脈都會脫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泰陰就是越來越漂亮 第三就是越來越豐鬚 第四就是越來越瘋 男女都瘋的 熟套男女都瘋的 唉呀 這麼幸福 天得福得福星 還要三福降臨 好命都不得了 那些吉星是佔了兩行的 所以我覺得熟套差不多是2020年 是三甲 熟套就要記住 雖然熟套今年這麼多吉星 但是因為熟套遇到老鼠 叫形態歲 林忌什麼叫形態歲 或者老鼠撞套有什麼不好 至貌雙型的話 就會被人看不起 就是這樣 就會有一點點 人家扎你幾句 就是捲蝕性 就是錯一下你的銳氣 但是她行紅亂之外 這個關美儀又流口水了 她也行鹹詞 人家那些性 很美滿 有紅亂有鹹詞 師傅 其實我真的小氣 我會生氣的 那不要說下去了 閒字是很重要的 不如早點關咪 所以要繁殖下一代 現在所有熟套的朋友 你留意 無論你是男女也好 如果你是已婚的話 那你就小心婚愛情 對 因為走著撞紅亂 很大件事 如果你老公熟套 而套 那套 套有狗屈 套有狗屈的意思 就是套很喜歡去別人家 以及在別人家裡 放下一些屬於她的東西 好像佔領了一些東西 套也是很喜歡買樓的 如果有錢 如果沒有錢 就喜歡很多朋友 而每個人都跟她好朋友 那套 普遍的脾氣 都會突發性暴躁 當然是知道 突發性暴躁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一撻就著 是嗎 還有愛上來 好像那個 瘋了 會推倒東西 和扔東西 是有點暴力的 對不起 我都要說 是有些攬炒的 是嗎 林基其實 你可以在Facebook做 research 有沒有熟悉的人 是反對這個理論 好啊 即是說 我不是 第一 如果他這樣說 我們都說 他們通常都會 推倒這些東西 但是他不承認 即是 說他經常罵別人 我沒有罵別人 我看不見 那便算 那便走 我發現有一種人 就是這樣 即是他罵別人 他不覺得他會罵你 我怕受罵你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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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 我只是說一句 我不是罵你 但我們可以說 熟悉的人 是說話 比較尖酸 黑薄 黑薄 但又這樣 當他們看到 有一些利益關係 或利害關係 就算明明跟你之前 是一個敵人的關係 都可以很快 轉敵為友 他們 會不會是 應在男生的套 多一點 我又不太知道 我們有待我們 在Facebook做一個 尋找 如果他喜歡你 他哄得你很開心 是呀 把口氣是很甜的 如果他那天真情好 他哄你是可以哄的 他很極端 他很極端 甜可以勁甜 酸可以極酸 你要很高的EQ 對 我要上課 因為我不認識很多熟悉的人 但我知道熟悉的人 天德福德和福聲 都是叫做無端端發達的聲音 嘩 無端端發達的意思 記得代替我們的姐姐 不要忘記我 即是無端端都會 突然買一間房子都會漲 無端端買同樓 而且無端端認識的人 那個人給他很多錢 而無端端的人給他很多好處 即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熟悉其實天生都有些運 有些運 而且很多老闆會喜歡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如果以術家來說 我有過料給你們兩個 就是因為熟悉叫做某木 某木在八字上面來說 是代表一個文昌聲 所以乎熟悉的人 是很多數改名 都有文字 文化的文 或者人民的文 或者住的屋 都會住屋苑 苑 苑字就是套 那個苑 就是草花頭 原來你化不化 那個化字都是套 那個苑字出來的 所以這個字 在古代來講 就是認為一個 是代表文昌聲的字 是代表文化文昌 代表著這個人 只要熟悉 因為熟悉 他去從事文化藝術 影視的事業 都是特別得天獨厚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熟悉 其實你就應該去訓練他 去畫畫 因為熟悉的人 畫畫是有天分的 即是說熟悉的人 是得天獨厚的一件事 是訓練他走文化文昌事業 亦就是說 他亂說的東西寫下來 在網上一出 就紅了 網紅了 最佳作家 是亂說的 但是你也可以 就是熟悉 所以我告訴大家 熟悉的人 如果你什麼都沒得做 其實他亂說的 你也可以在網上 然後這樣畫畫 那個人搶 是得天獨厚 所以熟悉的人 是文化文昌事業的 得天獨厚主義者 這個大家要聽 所以如果你認識的朋友 有個名字 有個文字 那租是代表他 已經有一顆兔的星 所以在2020年 熟悉的人 是紅亂銜持星 也就是說 他們可以通過他們的愛情桃花 也可以 賺取到他們的房地產 賺取到他們很多的財富 所以漂亮 就是熟悉在2020年的最大特色 就是因為太陰星 好了 行運的兔子 在2020年 我們就給他幾個字 可以叫做大膽一點 大膽什麼呢 大膽入情關 你告訴你妹妹 我給你五個字 大膽入情關 你遇到好的男生的機會 是提升的 這樣就行 師傅 你好像說過要帶我們去避連 我這些秘密又給你知道 真的 好了 林忌 我們就在2月7日 直到2月12日 去哪去哪 我因為上幾個星期 就在節目上講了 就是講泰國 爆了我很多 我的好東西 出資 反應 熱烈都不得了 連泰國旅遊局 都來就說 喂 你說的資料 我們都要全力配合 我說 我的好獨盜 和我的好私人 不是一般旅行團 出資他們就說 我盡量幫忙幫忙 那就列了一個很正的行程 那行程怎樣正化呢 第一 就是說 所拜的廟 真的不是你們去泰國 會去的 有一個廟很厲害的 是怎樣呢 是跟菩薩講你的願望 在耳朵邊講 但是你說的時間 要按住另一隻耳朵 你去泰國拜的一個神 我沒見過 你拜的一個神 是要在神的耳朵邊講話 然後按著另一隻耳朵 你不按的時候 在那邊走出來 就是避免左耳入 右耳朵出 總之我告訴大家 就會介紹所有 泰國你們不認識去的商場 因為我是想避一下鏈 因為今年 大家都想走開一下 散一下心 所以 在2月7號到12號 我就會帶我的弟子 粉絲包括你 去泰國 而且我很避免 我一去團 我又要住到最好的 嘩 我又要吃到最好的 你那些普通的餐 麻煩你不要給我 我是去泰國最出名的那間餐 我們不可以說哪間 反正你們全部都去 就是我才會去的 去那裡跟他們談 因為我一拳過百人 就是去點爽 所以 最美麗的酒店 最美麗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 那你在臨記的Facebook打個聲 上去我們的潮爆開運王的Facebook專頁 那你首先先檢查 你是否2月7號到12號 你有空先 第二 你是否想避一避連 以及想 就是一次過我教你整個泰國最好的東西 你以後你自己去 是啊 那就好 是不是 即是有一種教育 所以這件事是珍貴的 我不可以說太多了 所以 你有興趣 跟我去的 就在Facebook寫下你的電話 我們通知你 到時就給你一個行程 你看一下行程 覺得OK的 那你就帶上你的太太 或者老公 或者整個家人 一起過去 跟我們去泰國 都是非常之歡迎 沒錯 看一看大家 記住如果在Facebook 到樓私人資料的話 記住去我們的Inbox 下載 當然 如果你喜歡看粵劇 今年賀瑞粵劇 《大紅袍》 大家可以看 《海瑞粥嚴嵩》 就是榮之星跟我合作 整個戲非常之好看 現在我們已經在彩排 大家如果喜歡看粵劇 放心來看 星期六日 我們會下午演 所以 下個星期 就開始大紅袍如秀 大家留意 下個星期 開心地買一票 看一票 所有其他東西 都放下來了 好了 2月7日 大家記住 如果你能走開 歡迎你參加這個 是叫做泰國的採運 採運行運團 好嗎 下個星期見 好了 拜拜 下個星期見 想做筆記 慢慢溫習 上881903.com 或者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使用商台節目重溫服務 就可以隨時隨地 不限次數收聽節目重溫 潮爆開運王 本節目只代表 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堪如學家意見 並非精密科學 謹作參考之用 作詞